我期待他們也會很驚喜這樣 結果其實我的爸媽跟他們是比較驚嚇的 喔 驚嚇 他們比較擔心 他們第一時間是擔心 因為不知道有這件 尤其爸爸媽媽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個計畫 嗯 姐姐 這也太可愛了吧 我們都哭的要比你還 我們都哭的要比你還要 哦 好像是我們要生小孩一樣 哦 哦 是嗎 誰喜歡 恭喜恭喜 謝謝 新鮮的 你們要不要在那邊幫你們拍張照 對啊 然後有兩個分身 哎呀 好可愛喔 我在這邊 哦 如果你是男生 你送我來看一下 男生 我懂我是男生 真的嗎 我猜啦 因為你們家兩個都是女生 我猜是男生 我知道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有那個 不舒服嗎 有孕吐那些的嗎 前 前一個月有 真的喔 還好 有一點點噁心感 還好 還沒有真的吐 哦 所以昨天 所以昨天我在那邊弄完了 我在那邊弄 真的嗎 你不是說我在 你昨天才剪的啊 昨天還沒弄好 還沒好 那你聲音怎麼都錄了 剛剛 今天早上 我錄完那段聲音之後 我爆哭一頓 其實我自己知道的時候也是蠻 突然的 就是我有分享嘛 就是 雖然我每個月都就是一直量 一直測一直測 可是也沒想到這個月會有 就是 反而沒那麼認真 然後居然就有了 又突然就來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 然後 所以我自己是先嚇到 那我就想說 我要趕快跟我的家人分享 所以我就選擇就是 在聚餐裡面跟他們講這樣 我覺得我 你們坐著來的反應 然後你過來跟我們一起坐 然後結果 我期待他們也會很 驚喜這樣 結果其實我的爸媽跟他們 是比較驚嚇的 真的假的 他們比較擔心 他們第一時間是擔心 因為不知道有這件 尤其爸爸媽媽媽 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個計畫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點我自己也難過 你本來想說 他們應該是會很 因為我身邊的人都很驚喜 但是 為什麼他們 家人是比較擔心的 對 其實在這趟旅行之前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 也沒有那 也不是吵架 我們也沒有吵架 但就是 距離的確比較遠一點點 然後有一天 我們為什麼傳訊息 你講到媽媽的事情 她就突然跟我說 對我今天想你講到哭了 我就想說 哇這去美國一定是太嗨了 不是很嗨 應該喝醉了吧 她講 我說我沒有喝 她說她沒有喝 我沒有喝 然後我就想 哇 就是要求我認真了 然後她就說 她就覺得我們最近有一點距離 對啊 你們沒有住在一起 我們住樓上樓下 我們很近啊 可是這就是最可怕 當你住得很近 卻很有距離 很少聯絡 那不是更可怕嗎 反而這樣這樣 所以當榮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那天就是我自己也是 也是蠻難過 但我就覺得很好 至少 可以講出來 我們能講出來 就表示這件事情要 就漸漸的它就不是一件事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有這個想法要做這個影片 因為覺得不想要單純只是一個 簡單的旅行 就這樣子 好像創造一個回憶就沒了 很難得有這樣的姐妹旅行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有過 單獨的姐妹旅行 然後後來就是帶著爸媽一起 因為其實帶爸媽旅行真的不容易 壓力很大 我們經歷過 是經歷過像坐雲霄飛車一樣的高低起伏 然後才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去海島 因為去海島不要走行程 他們就不會累 你累了就是睡覺 我們可以各自過 就是有寄獨立的 難怪你們剛剛那都是海島 後面就是 就威尼斯之後就是海島 我忙累了 後面全是海島 所以後來的旅程就會有爸媽什麼的 但是我們自己回到房間 都還是會有屬於我們姐妹的聊天 對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啦 就是他談戀愛之後呢 他就是比較屬於那種 你是不是也是天蠍座的 港鏡頭 怎麼了 對嘛 但我早就知道了 就是談了戀愛之後 人就是飛走了